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 一号台裁判员张义 运动员殷广南张太义 二号台裁判员玉琳 运动员周龙阿布拉江 四号台裁判员张义 运动员窦可欣 王玉丹 五号台裁判员刘法恒 运动员严建博 陈鹏 六号台裁判员郭强 运动员宛同乐 唐成 七号台裁判员张建国 运动员赵百旭 吴振宇 八号台裁判员杨 八号台裁判员杨粉 运动员卢锋 李坤伟 十号台裁判员傅依染 运动员张蓝天 夏浩 十号台裁判员 十一号台裁判员何秀红 运动员冯启伟 郑宇如 十二号台裁判员张兴兴 运动员张兴奇 善红宇 十四号台裁判员刘宇 运动员陈嘉林 阿明翰 TV台裁判员王航 纪录裁判员张月秋 龙飞 运动员西守新 李唐芳 现在比赛开始 李唐芳您好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 听我口令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欢迎大家观看 由海口市盛泰桥市台球俱乐部 秦皇岛桥市体育记载制造有限公司 JOY乔氏中式台球球桌 LOP台球杆 野豹台球杆 威力台球杆 奥秘台球杆 波瓷杆 英国市创6811台尼 比利时亚勒美台球 赛克斯翘粉 小麦皮头 镇红交边 蹭格购商城 师伯专业台球杆盒 优责智能球房系统 爱跑光影桌球 9万击球器 联合为您带来的 2022乔氏杯 中式台球大师赛 甲级分战赛 TV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晚上好 我是苏欣源 大家好 我是张庆勇 今天也是最后一场比赛 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 两位球员西手心 对阵的是本土的高手 李唐芳 比赛依然是抢久 100分钟的现实 双方轮流冲球 本轮比赛也是 两位选手的胜步的比赛 获胜的一方继续在胜步征战 落败的一方在败步 还要有更残酷的那种单败淘汰 李唐芳 本来感觉好像这个名字还未怎么听过 但是忽然看到了 前面他跟阿波拉姜的一场比赛 是的 在昨天 两个人是打到5比5 后面一个点球 并且是连进三颗 对 看来还是准度不错 西手心 也是来自麒麟 对 最好成绩呢 是在咱们总决赛 曾经拿到过第四名啊 山东五虎 吉林五虎 这些年在看的话 继续征战的还要随 赵云彪 然后像这个 石伟达 宇龙海 看看 直接来叫了 这球25的上方5号球的右边底带 红三这边还是有点打 刚才镜头也是给了一个带伸缩的加长版 直接黄衣了 可以往右多走点 还有 刚好有机会可以调舞 稍稍下一点点 中低竿 也是特意留的这个角度 对 稍稍的控制了一杆 并没有往左边很多 那左边 还需要再打 再过度 嗯 薄了 打右下方 往左边横的时候 稍稍有些保守啊 为了求稳 别太敢打 这是 先帮进你 嗯 帮进之后 现在就西手心这一盘难打了 找这个翻中带的这个角度 你这个翻完了白球还要看位置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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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的看一看啊 怎么样把这个十二号球是不是老爵带出来啊 十三 十三 夏儿D跟我回退 十一看看右边方向 嗯 有机会啊 高杠K 一半 好的 嗯 十号 再来啊 夏儿D跟他顶裤 九号叫左中 找到这儿的话就能往左边推了啊 要过黑吧 有一个十四 再留一个十四 达十二中带的一个角度 这个球员 很稳啊 不球有工 但球无过 但这个白球就会稍微的吃点欺 你用带口球去较位 这个薄厚 力量 并不是特别好掌握 这样的话再来 角度又溜达 他应该还是说 准度见长的一位球员 白球不一定会很细 继续 左下方继续的一个两角 这球看怎么绕 从左边来还是说从右边来 就是这四是最 有点碍事的 你要跑这个三窟的话 右上 还是白球也有点近 这个球 下球点比较难找 真是 不见闻仰带口 很实用的打法 对 白球再贴顶裤 让你也不好打 稀有心肌肝 有可能直接就要奔五号来 我感觉 打四的话 还需要再弹起来 去去叫舞 这根要不要直接就奔 奔五号这边来 还是四号 要发力 不能太轻 厚了一点点 第一局 礼堂方胜 比分1比0 谢谢 完了 感谢 第二局李唐芳开球 开球时机 过线的球刺明显不够 两棵过来 其他球没有 开球时机 刚右边12号球中带 左边5号球中带 选了个花色 虽然单色不错 但是我选花色 这个可能看的角度不同 它是在前面往下看 在现场不一样 只能再布防一干了 从这位置看的话 是倒是有漏 但是这个漏的机会 你有可能不太会打 2号一打 10号就很好进攻了 是陷阱还是迷 这个球你进了还长 右边你再继续拼 但你不进 秀手心这边会很好打 这球员啊真是 很劳力啊 不着急 上来我不好打 我就控局 要解决12号球 11号中带 下滴肝奔五这边去顶一下 14吧 对吧 出肝最新板好一点 这也算是唯一的选择了 对 别的球抱下肝 确实 可以 直接来吧 10号球 下一点低根 横向下股 角度要向右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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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编过出来 叫食物 角度稍微有些大的薄球 还有一些厚思诺 正去走一个底裤边裤 这边去泄力 晃晃悠悠 还是进 第二局 吸收新胜 这一般不容易 自己也是摇头 至胜的是两个厚思诺 打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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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但是进球没有 上车要薄球啊 看这个推杆怎么样 不错 这里边5号球的一个细致交位啊 现在这个164应该问题不大 角度也非常不错 自然有向上的角度 这个二球如果说能挡稍微正一点厚一点 直接低个210往上再抖一抖 这个位置有点碍事 不好说让你展开拳脚去尽情挥发走位的这个位置 挖了一点点 琢磨一下 我打哪颗 打4上去了 后面留着一个6号的一个68铜带 下高杆 高杆肯定还要有 直接登了个两库 他这个走位 大海大和 挺飘忽啊 飘忽不定 意图是挺明确 我打4上去 竟然自然走出这么一个角度 我先上去 留6 最后 刚才您说了 写掉这8 最后68直接得了 前面我是 想办法得把这5这问题解决啊 是 10秒 刚才他这个R球 左两库这个R都能K15 只是他没往那方向想 他怕K的不好 把这5号可能 再影响到后面的一个进攻啊 而且从这个位置上看 5号能牵制 这是第一 第二个他能往下 再过渡这6 10秒 那就看这个2号就打完之后 这个5号的位置 嗯 顶一下 最好是勾12啊 没勾到12号 好 防守 5号一贴15 白球往6号黑八下边一放 中带漏了 看这一材 看这材 左边中带的12球啊 是一个什么状况 嗯 也不好打 同样啊 防守 14呢 灾火13 然后12球这边啊 下点滴杆 用10号来去挡这个5号球中带 那这个局面用给这两个球员来说感觉就稍微的安全一点 但你给上一场这个带 但你给上一场这个带勇来说 你感觉这个6号有可能左看中带就要突破你了啊 凉凉凉凉 他跟这个谁 他跟这个阿波拉奥那场比赛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在里面啊 两个人对个诈情也比较少 忽然之间李唐方先打这个了 那阿波拉奥绝对是 我也喜欢 嗯 本身斯诺克出身的啊 打这种跑红球啊 防啊 攻守兼备啊 是特别擅长的 其实 有包啊 6号 李唐方这种啊 稳手反击的球员 关键就考虑他在 几次推防之后 上手拿球拳的这个手感能不能保持住 对 防守半天 给你机会了 你怎么样 现在剩两个了 球越来越少 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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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三啊 要准度的一杆 而且要下着滴杆 可以 叫到啊 叫到 叫到了之后 还需要再叫黑霸 对 横向滴杆再横出来 尽量往这个边库这边叫 然后再包一个黑霸 然后再包一个黑霸 还是有风险 好了 看看你准度吧 看看你准度吧 好球 第三局 李唐放胜 比分 2比1 我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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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句 李唐方开秀 开球时机 李唐方第二次开球时机 第三次攀复一局 过线不够 瓜尔金一 开球时机 继续激荡 后面真是啊 李唐方一定要狂炸 大力炸 比赛规则是每累计 三次开球时机 攀复一分 对 还行啊 稍轻一点点 中单还有 11 这颗球会稍稍的有些角度大 这球如果你不好停 你就奔着10号这边叫都可以 吃些小地盖了啊 往左 可以 高杆两扣勾29 能勾正这两个人一颗啊 应该就效果出来了 嗯 没勾到 没勾到 看中带低杆往回啊 能不能蹭9号的上半边啊 就是打中带这个球偷的稍稍近带角正一点 呦 这么看好像不太好去调啊 这个13号中带还角度有点大 嗯 看底带了 这13号再往画面右边一点点 角度就合适了 10秒 延时 出来的 4 6 3 4 4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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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两颗中带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他在努力的简化这个局面 对 效果 跳球了 感谢观看 再次的给到了 李唐方上手的机会 哎呦吧 我觉得打5号直接滴杆上来 先把4叫了都行 叫中带 哇这个小劲拿捏的 左上还可以 而且还是一个 还有更温度的打法在里边 低杆一点 2号还可以挡9 你进来你继续挡1 你看这位不进汉诺尼 这符合李唐方的这几盘下来的 秋风了 像一个老猎手一样 对 默默的等待猎物的出现 我就等着你 而段位高的球员呢 更多追求是一杆之胜 这一盘还是李唐方自己开球时机 洗手心决定接管局面的一盘 嗯 应该是正常洗手心破发应该 对 有没有轻 刚好 这球刚刚好 这小劲 其实这球就是宁大物小 你再往上三颗球 下低杆 顺着黑板右边也能下来 可能就是完全是个人习惯 对 很喜欢拿捏一些小细致的地方 叫中带 叫底带 有一个小小的飞行物 不太影响进球 就是有点碍眼 第四局 李唐方胜 比分三比一 谢谢 请不吝点さん 第五局 洗手清开秀 这一撞 10号球 过现金 一球 盯两球 但是这个位置稍好一点的 花色不太好选 15号太薄了 7 开这边还挡了个中带的11 还是很倔强的要选 对 会不会有奖励 看看如何 能接受 奖励 对 而且算是可以顶顶五 在这个花球那边清清障碍啊 9 交12 12 交14了 角度 角度是关键 这种球 最好呢 叫一个自然向上 对 贴到这个底部 李唐芳的名字的这个位置啊 当相 嗯 好球 没问题 再来 继续的下低杆往上走 对 帮你较大 别较小 较小的上去你要顶六 较大你可以从底下走一窟 走两窟 都可以较11 今天一些贴库 半贴库 吸手心的手感不错 嗯 我在想他在后面打的时候 其实这种球可以完全的放开一点 对 我觉得他球应该比表现出来要强 是 但是他没有打出来 就是他本身能力要比现在表现要好 嗯 其实只是没有就是没有把这一身武功给用出来啊 包括之前那个两个钟带来过来就K 对 其实他能力是有啊 他应该还是挺烈啊 是 擦球了 擦球右上方高杆推边后横向交钟带可以啪 准一根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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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局 吸手心胜 比分2比3 开球清台 谢谢 这种东西呢 我不用了 我不用了 这种东西 分为了 打到什么 真正的 不脆 你不用了 空 我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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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局 李唐方开球 犯规 也是身背两次开球时机 自己也明白啊 不能送分 看他这个一挑啊 嗯 北深白球就是 就是蹦着 就砸到了这第一颗之后 二次进去 飞出台面 线后自由球 好机会 看选球啊 单色花色花色 看九号怎么样 这个位置啊 有下的话最好 上手这边1114 就可以先过渡一杆了 小心啊 别挪得太好恰 刚才他 拿这球的时候 感觉要脱手 就是拿两手指掐着的感觉 这斯诺克里边 出现过裁判员 在复位的时候 这 这球滑出去 球堆也被炸开了 对 这也可真是 你说你怪谁 球员都有痛 所以裁判也有的时候 很无语 还有那个托洛姆普 打一场比赛 塔布 把这咖啡跟绿色球 给放反了 对 还指了一下 这种放错点位的 比如该放这个粉球点 该放到哪个位置 没放上 放黑球点 还有一回 咱们 这个国家 国际级的裁判 也是打国内斯诺克比赛 一直这个粉球就没拿 在这个台子下面 就是近代了 应该有红球 所以应该掏出来 结果打了好几套 发现粉球 粉球去哪呢 这个裁判战争 都有可能要发生 这些年 国内不少 这个知名的 斯诺克的裁判员 还真是 特殊情况 所以说没有什么比赛 看不到身影 前些年确实还挺有意思的 小花絮 对 上海那个猪鹰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是 目前我见过 在国内 或者包括国外的 女才变最高的 将近我就觉得 快一米九 那个样子了 差不多 本身这个女生 就显高 对就显高 她得一米七六 七七差不多这样 穿点小高跟鞋 那就显得很高了 一旦过一米八 那感觉就 真实 一米九 太夸张了 人均一米九 我觉得咱们 乔市里边 有一位工作人员 那个就很高 那位女士 对 这颜值也很高 身材颜值都是 双双再现 很让人羡慕 很让人羡慕 那这也是天赋啊 是吧 对 很幸运 你看我这一米三几的 就差点意思 对 我这一米三一的 我不敢吱声 第六局 携手新胜 比分三比三 谢谢 谢谢大家 第七局 携手新开球 是没有问题的 没球进 在这边看看这个花球十一 是不是有点贴球啊 咱们这个中式的比赛里边啊 这个贴球 跟英式斯诺克 是有区别的 英式呢 里边你贴的之后呢 你贴的这个球 是不能动的 你白球反方向 或者侧方向 打出去 这个贴的是不能动 动了就犯规 但咱们这个里边不一样 就是你贴到这个球 必须要 就是说 你如果打的话 是必须要动 十秒 就是你打这颗的话 当然你打别的没关系 明白你那个意思 就比如说 就剩一个十一了 剩个白球贴住了 你要打这颗对不对 这颗球必须要动 而且里边还有一点 就是很微妙的规则 就当你正对着他 比如说 平时我们在俱乐部里面 觉得是连击的球 你这里边有一条规则 是这么说的 出杆动作明显 这句话 就这句话就很有识 怎么说 你怎么想 他都是挺有意思的一句话 出杆动作明显 然后其实 准确来说 裁判还得当直的时候 有一颗火眼金睛 有一双火眼金睛 这很考验 当直裁判的判断 怎么着 判我是没出杆明确了 是吧 动作明显出杆明确 就不怕你 不算你连击 你有的时候会碰到这种球 它会有一些歪的角度 但是你通过反向摩擦 可以把这球打进袋口里 对 又这么轻 怎么不敢走 我感觉吸收心 打了六盘 按说应该对这个 放开了 速度 对 球台速度也适应了 可能这比分也没领先 对 多少有些顾忌 球稳 怕过 就像您说的 这不球有功 我弹球无故 没错 李滕方 目前来说 这么看吧 李滕方成功的 把对手拖到了 自己的节奏里 让吸收心 没法去展开 自己的火力 而且吸收心 今天 也是想着这个问题 所以 不敢打 特别开放 这就是中视台球的特点 可以 这杆球是彻底突破了 这杆图完之后 位置应该还不错的 卷一颗 还是有点角度 也不用吃酷 你本身能力 熟练度 各方面 都是高于对手的 打得再开放点 感谢观看 第七局,西手新盛,比分4比3。 第八局,李唐方开球。 第七局,西手新盛,比分4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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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局,西手新盛,比分4比4比4。 第七局,西手新盛,比分4比4比4比4。 第七局,西手新盛,比分4比4比4。 第七局,西手新盛,比分4比4比4。 这个角度不太支持 能站得住 对 站不住了 顶吧 对 对吧 可以奔着这个红三 稍微顶正点 然后白球留上边 15在下边点都没事 高杆 团球了 是 没有高杆的话 这个球从里面要出来了 还是要绕 绕就钻缝隙 对 叫三八 是不是 三八缝隙没叫到 是不是还得再来呀 就得用9号再调 你就难了 这个完全真的 这就是个人气球习惯 再加上他对于这个球 比如说我脑子里边的一些 存下来的线路 他存好多小线路里面 可能顶这个线路 对他来说是最冒险的 这个位置还不错 是叫到了 叫到了 14如果左边还有 继续 下低杆下方走个两裤 是吧 14个一个铜带 也不需要你加一个 右赛高杆 直底后 叫右边带口 顺着来总比逆着来好 对啊 你看他这小劲 嗯 很学生 本地的高手 对 下低杆之夜 往上 走一点点 第八局 李唐方胜 比分4比4 开球青台 谢谢 谢谢 第九局 西手新开球 画色球可以 炸完之后很有意思的局面 上方一颗花色 自己的花色球球队在下方 下方一个单色 单色球球队在上方 直接要来吗 油塞高杆 底裤直接12这边 要顶吗 也没有太好的一个局他球过渡了 顶开 还行 我拼下面的一个准度 一定要早来 比如现在打14中带来 打9下来 一定要早一点 最后用它调黑板 可是挺难受的 早一点下来 用这个13还能叫上方的9跟12 或者是其他两颗 对吧 10秒 能偷一点角度 可以 中低灯 能接受 能再往右蹬 半颗球 或者一颗球的位置更好 对 这个球正常推高杆吧 可以考虑奔着12下面走 就单纯奔14叫好了 这球不太好调 12的右边中带 就是它站着那边的中带 是不太好调 因为本身角度有点大 10秒 延时 这种球你加右赛的时候打得多吗 不多 我能打进就不错 对啊 本身挺难的 你刚才说过这话 你叫12中带 你这加右赛 就你刚对这项 就是加赛掌握 你感觉 挺不错的时候 你会常用 对 成功率应该那段时间挺高的吧 是的 还行 就类似于刚才这个 切底带这种球我不太敢加 不太敢 说实话 让这个13离库边缝隙再多一点 你就敢打了吧 那就敢打了 但是这种角度的球真不敢打 或者是13贴库 咱实话 那没有 13贴库什么的 有的时候我是为了防守 我加个选招 对 他的边裤让我往上跑白球 但您说我奔着往里打 我不敢 食物率高 是 这种球确实难 看李大方上来 我白球给你来后思诺 黄衣给你放个小中弹 这位球员就是 很会动脑 我这一炕呢 对吧 我这一炕 对 我干嘛跟你拼呢 我这兄弟太多了 俞光宇的话说 我这七个人 你对方 对面他一个人 两个人 我就不打你 我围着你 围着你 你也难受 十秒 你没有足够的线路 去做事情 去走位 再打一个五号 继继续用四三来挡 前面一杆已经很难受了 我再放过来一杆 做一杆斯诺克 你这个跳球 你也几乎没考虑 这个五号球 我是对吧 什么位置 我就为了单纯防你就防你 我就是让你这杆难受 让你不好解球 让你看看能不能给我漏个好机会 哦呦 凤隙里过来的 这个可真是太巧了 那看看这个稳健的球员 这杆会不会再稳健一杆 对吧 比如说我们常见进攻型球员 可能我觉得五号我包下 那我就摆个二号球的冲带 这边我一走位上去 或者用上方的这个六啊 四啊哪颗球 我把五号这边K一下 这当方呢 应该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健 帮进 帮进之后看白球 是往K8这边放 还是往上边放 往上边放 唯一的就是没帮进 这个要帮进了 剩两颗你更难打了 因为现在这个位置呢 这个洗手心是有机会 可以把白球往K8对面放 我宁愿 李唐方的想法就是 我宁愿我在后面都是分解动作 我也不让你有连续动作的可能 我一定要帮进你的球 对 像这个前面这个博盟战的时候 咱俩也在聊嘛 就是我们也在说这个中巴一些 核心的一些内容 套路球嘛 怎么样把对方球靠到后边 怎么样把对方球变得越来越少 你在场上打中盘的时候 你就占优势 这是不变的原则 你可能选择的多嘛 对 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有选择 成年人不做选择 对 我都想要 但对不起没有了 你那俩球给你帮进去了 是 突破的不错啊 这两个球 顶住啊 这个时候 别揍声 反超比分 官方暂停 比分5比4 官方暂停5分钟 5分钟未到 攀附一局 alp 以一颗匠心 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 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 懂球 懂力 更懂你 政府交边 声音小 谈力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四个国家 大家好 我喜欢 桥市中市台球 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郑红交鞭 声音小 谈力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咯 开始了 暂停结束 比赛继续 第十局 李堂荒开球 暂停结束 加大力量 没有球进 抢九的比赛 李堂荒4比5 暂时落后吸手心 加赛 可以球 没打进 加赛 可以球 没打进 李堂荒这边一样 花色 中单是4 角度合适呢 夏尔滴杆7号这边啊 稍稍的往下顶一顶 继续还能叫到一杆10号去 嗯 角度呢 自然向下 前面是量了一下左边这个边空啊 这个球倒是可以去叫十三 比较太直 叫点角度 好 干这干了啊 你这个往下多少 还是直接用正常的中地杆横向出来啊 出来就正常的一个风险里的9号 这几颗球的次序啊 对李堂荒来讲是一个考验啊 挺难打啊 嗯 力度比较大 到了右边啊 右边继续是个十一 嗯 还是推久 推久向下 来圈弹起 或者很轻 留角度啊 十五不能较直 对 这种球就是你有把握你就把左塞用上去 左侧旋转 对 它会在黑巴右边上去啊 可以 加杆 可以 加杆 可以 加杆 好 不 多 远钢 所以 又是三姿 去 加杆 可以 加杆 就可以 加杆 第十举李堂荒胜比分五比五 我来 第十一句 吸收音乐 手心开球 左侧中带进一颗二号 直接三看看这方向奔着上方的四号来 好笑 蓝箭解开啊 蓝箭解开打四打进之后呢 看看下方这个七六两颗 要提前把这五号就再挑一杆 刚好向上有角度 中高端 正常支顶库一下来 到这儿 这儿都可以直接叫了 就看你是这个稳妥起见还是怎么样 有把握 你就下地杆直接横向的奔这个五 来了 可以 这位置还不错 手架会稍稍有点变弃 但角度还可以 再往右边一颗球就更好了 现在就是手架 要小心 袖子别碰球 呦 今天这比赛至少三四次了啊 嗯 起手心 在击球的时候 老得规避这个碰球啊 厚思诺啊 这样的风险 那最后的结果都不错 八九这个缝隙啊 就大胆点 叫的 叫的再豪达点 这样的话 不是避免失误吗 好 好 行 他这个力量 可以 能控得住 第十一局 洗手心胜 比分6比5 开球清台 谢谢 谢谢 第十二局 李唐芳开球 第十二局 美国庭 您看 对 领导 对 音乐 有点 戴色不错 这局面 你上方四守了一个花色的戴口 对 而且好选 而且你后面交位 你也是有很大范围的一个面 左上两颗 然后在同侧左边中两颗 很好的一个巩固 优势的一个局面 对 交了一杆组颗球 传进 看这个黄仪够直 稍微带点低杆 让黄仪往前走一走 好 这杆可以往前推了 往前推一点 先叫五 然后再叫四 用四的上方看看角度 奔两户下来 可以叫三 下面三就不用说了 这两个球是非常好打 今天整体洗手心的冲球还是不错 这一盘是李唐方这边冲球 没球进 下一盘到自己冲 所以这一分打下 对整个比赛走势至关重要 对 那抢久嘛 没错 小心 给点力道 好 叫一个合适的角度 二老板 你推弹过来二八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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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虽然角度大 但也应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之前将然把这伸缩拉长 这是套离短的 第十二局 洗手心胜 语分 7比5 夜报硬核 独具匠心 职业标准 夜报球杆 专注打砍 赢家选择 咱们 第十三局 洗手心开球 力道是够的 上方一个过线进球啊 没问题 白球选球看看这边是个什么情况啊 四号单色 花色呢十一和九 这排那边花色十四这会稍稍有点麻烦 其他倒还好 五四延时 也选单色 有向右的角度啊 一借 对 叫了个六号 一号球的这个带口闪出来 没错啊 先借完再叫再打一下 先打到时候也够 就是你看出杆这会有点别扭 这个就是完全根据情况来去选择了 哎呦 但这个 对吧 有点小风险 这种球就是说 你到底这个球你要不要这么要强 你打六即使回来 再拿左下方的一个叫三 也没有毛病 也没有问题啊 这针就真是一个习惯和性格问题 嗯 再叫一干啊 下地盖啊 坑向向左 借后点 嗯 那这球直接推七交二吧 二吧 对 二一三下 二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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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嗯 10秒 10秒 也是很要强的一个选手 再咬牙 本来刚才交二 一下来是一个挺明显的一个线路 是 非得是很倔强的去先调三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再把黄一包进 然后再咬牙打进一杆 看我这个 到底能不能把倔强坚持到最后 下低杆拉回去叫个黑巴 打进 交到巴里就是倔强 对 打不进就是倔 把强去掉 对 或者是你把倔去掉 打不进你就是太强了 好的 给你鼓掌 第十三局 吸手新胜 比分8比5 开球清台 谢谢 -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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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十四局 李唐芳开球 面临着对方赛点 然后自己呢 有两次的开球时机 大力 过线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排球 还是没球进 花色 十几号球 往右边多推点 十四一k十二 应该够啊 这个位置 应该是够 还摇头 摇头打九 对吧 再调呗 摇头就别打了呗 那为什么摇头还要打呢 我倔强 我要强 摇头可能觉得 我得发大力去顶了 可能是摇头是这个意思 就是摇头 我这个位置呢 是七十分 是是是 没有达到我想要的 九十九点九九分 正常在往右边 它不至于用这么大的力量去 对 强制的去把这分离角掰出来 但这球要是去到一个最高分 那最低分没法去了 这球有些时候是就是 到底要不要去坚守那个要弃墙 就是你有其他的角度在调 刚才位置 你往下点一杆九号 然后下面还有两个球 因为你黑八现在在上边了 正常来说 你下面这个九十 其实异不大 异不大 横台低竿啊 可以准度在线 对 准度在这个 还是真是关键时刻起作用了 这时候来了啊 这个稍稍用中杆往左往上啊 蹬一点 然后九号这边一条 其实七手心之前的表现啊 在前几战 我觉得比今天不算好 比今天好 对 今天不行 今天不好 对 我们客观点说啊 对 很多球不像他这个球风 他是很稳健的一个球风的 很合理的打的 但今天有些球打的不是很合理 给点过巴 嗯 中带就到了 好了 黑巴也可以调中 也可以调左上啊 这球我觉得调底带吧 你这么有把握 优才高干 吃便酷 这个角度 用这种习惯干法 对 好的 左上方 这算是少有的打巴 今天角度舒服点 嗯 有惊无险啊 西手心 战胜了对手 谢谢 那么李唐方在败部 还有比赛 西手心依然在胜部 那么 本场比赛结束 今天所有TV台的比赛 就结束了 明天上午10点钟 我们比赛再见 明天见各位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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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